各位同學你們好 今天這段短片會和你們講解 剛剛道學科考試卷一的每一條問題 首先講講第一題 第一題問甚麼呢? 某飲品由果汁與梳打水以體積6比1混合而成 而該飲品的體積是154毫升 題目A問分別求飲品中果汁和梳打水的體積 至於英文版的題目 都是問Find the volume Volum 即是甚麼題積 希望A班的同學留意 這題目其實跟課本第一課 比裡面的例體1.10是非常相似的 如果不懂做或想了解背後原理的同學 可以看書的第一課例體1.10 至於這題目怎樣解釋呢? 首先我們解釋果汁的體積 果汁的體積 等於甚麼呢? 總體積是154毫升 所以就是154乘以6比1 6比1即是總數有7份 154乘以6比1 154乘以6比7 154乘以6比7 所以等於132 記得寫單位ML 而至於梳打水的體積呢? 梳打水的體積呢? 梳打水的體積 就等於154乘以 即是佔1分 所以1over 不要懶惰 直接寫7 我們寫6加1 這樣呢? 就會見到是22個ML 這條題目呢 條色會佔1分 答案都會佔1分 所以這條題目總分就值4分 至於第二部份的題目 他就這樣問 現添加一些梳打水到飲品中 使果汁的體積與梳打水的比 變為8比3 至於英文版的題目 他就這樣問 Some soda water is poured into the drain Now the facial of the volume of juice to the volume of soda water in the drain the volume becomes 8 to 3 Find the volume of the soda water added 這條題目怎樣去解釋呢? 加了梳打水之後 果汁和梳打水的體積比 就會變成8比3 果汁原本根據上面的題目 就是132毫升 首先要求添加梳打水的體積 我們首先要切添加了X毫升的梳打水 果汁的體積是維持不變的 所以繼續是132比 原本梳打水只是佔22毫升 現在是22加X 乘以8比3 即是8比3 即是顏色會是這樣寫的 如果化了做份數的話 就會變成132 over 22加X 等於8比3 在靠叉雙乘底下 那就會變成22加X 乘以8 就等於132乘以3 這些位置又不要懶了 22乘以8等於176 8X加176 就等於132乘以3 等於396 396減176 就會等於220 8X等於220 然後再除以8 X等於27.5 記得寫添加 冷極也好 你就寫添加了27.5毫升的梳打水 或者如果是英文版的同學 冷極也好 都要寫 added 27.5ml of soda water 至於分數方面 這條公式是值一分的 而至於答案也是值另外一分的 去到第二題了 第二題相對 就問得比較簡單 只是問你展開一些數式而已 英文版的題目就是這樣的 Expand each of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s 如果是2B班的同學 其實曾sir都說過很多次 這幾條公式 麻煩各位同學 直至到你們去到考完DSE數學科 2024年的5月某一日 你們才好 麻煩不記得這條公式 麻煩你們 2A這條題目 2A這條題目 其實就是這條公式 我們將這一個抹下來做A 這一個抹下來做B 根據這個行等式公式 其實就是整個3X的二次減 整個4的二次 那即是甚麼 即是9X的二次減 記得4的二次 麻煩你把它寫作整數 所以是9X的二次減16 可以不可以 如果這條 如果懂得寫答案 這裡已經是直接有2分 去到B那題 B那題就是完全平方的這條公式 A加B的二次 就等於A的二次加2AB加B的二次 同樣道理 我都是把A和B寫在上面 A的二次 A的代表就是X X的二次加2AB 然後再加B的二次 然後 即是寫回X的二次 2乘7就是14 所以就加14X 然後7的二次 77是49 可以不可以 所以這一個就是答案 如果答得對 的話 這裡 也有2分 去到最後一題 4X-9的二次 其實就是對應貨本 其實就是對應貨本 這一條公式 又是 我又是把A和B寫在上面 這樣就等於什麼呢 A的二次 A的代表是4X 4X的二次 4X的二次 減2A B 再加回B的二次 中間這條式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我們整理好 4X 整個4X的二次 即是16X的二次 減2 2918 18 18乘2 4 等於72 如果對於這些數 沒有信心的同學 麻煩你們用計數機 然後加9的二次 9981 好嗎 這一個就是答案 同樣 這裡也是值2分 第三題 就問 因息分解 49S的二次 加28S加4 B的題 因息分解 25P的二次 減70PQ 加49Q的二次 英文版也很類似 只不過是把因息分解 轉為Factorized 這個三字 這條題目 其實 都是我們只可以用 恆粉式的方法 來做因息分解 即是這個方法 來做因息分解 剛好 都是用平方差的方法 來做因息分解 這兩條公式 都是屬於 完全平方的恆等式 所以 因息分解 49S的二次 加28 加28S加4 所以 我們首先 這個A 這個B 我們會寫成 49 開方 開平方 所以是7 7S 好嗎 然後 加4 4張開方 就是2 所以 答案就是這樣 7S加2 的二次方 至於B 那一題 B那一題 25P的二次 減70PQ 加49Q的二次 這一個就會是A 這一個就會是B 25P的二次 25開平方根 自不然是5 P的二次開平方根 就是P 這一題 中間這裏 就不是加 是減 為甚麼呢 因為中間這裏是減 所以請各位留意 這裏是一個減號 所以減 49開平方根 就是7 Q的二次 那就是Q 好嗎 所以就是5P 減7Q的二次 如果答得到的同學 每一題都有2分 好 去到第四題 第四條 題目就問了 加明製作了 一個正方形盒子的時間 就是T 單位就是S 即是秒 可以用以下的公式求得 T就等於8C加20 當中的C就是那個盒的邊場 至於英文版 他就這樣寫 The time taken T in seconds For Peter to make a cubic box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T equal to XC plus 20 Where C in centimeters Is the length of a size Inside the cubic box Cubic box 就是一個立方體的盒 好 Part A 他就問 把上述的公式的主項 變換為C Make C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 真側教開B班同學的做法 都是 受歡迎的東西 我們就要 人才我們就留下 不受歡迎的分子 我們就驅逐出境 以這裏為例 我們需要C 20這個很明顯 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分子 所以我們就把20 驅逐出境 我們怎樣寫呢 8C 就等於 將正20 驅逐出境 過去另外一邊 20調過去的時候 小心點 正數會變負數 可以嗎 所以 會變成8C 等於 T減20 然後 去到這一步 這個8 都是不受歡迎分子 所以 我們都要把這個8 驅逐出境 我們就希望 將這個8 送回去對面 會變成什麼呢 但小心 這個8C 是8乘2C 所以將它送去右手邊的時候 乘數會變成除數 所以就會變成T減20 over8 這個就是正確的答案 如果做到這裏就會有一分 再做到這一個部分 就會有一分 所以總分就是兩分 去到Part B的題目 已知加明花了一分鐘 製作了一個正方形合子 求該合子的邊場 It is known that Peter take one minute to make a cubic box find the length of the size of the box to mask 第一件事 要做一做單位轉換 一分鐘等於多少秒 一分鐘等於60秒 所以 麻煩有些覺悟 一分鐘 60s 那麽 t等於60 的時候 將t等於60 套到上面這條公式 c等於60 減20 over8 60減20 即是40 40 over8 即是c等於5 這個邊場是5厘米 這條題目 這裏有一分 答案是值佔一分 好 去到第五題 第五條題目 就問 永南完成十次養我起座 量度得到所需的時間是8.6分鐘 量度工具的刻度間距是0.1分鐘 後完成十次養我起座的實際所需時間的範圍 至於英文版其實都差不多意思 the timeliter for Roland 所以我將它的名字寫在中文卷那裏 to do 10 sit-ups is measured to be 8.6 minutes the scale interval of the measuring tool is 0.1 meter find the range of the actual timeliter to do 10 sit-ups 這條題目其實要問些甚麼 就是問你們課本的第四課 其實要問兩件事 第一件事先問你最大絕對不差 如果想看回這個去到第四點二課 另外一件事會問的就是 真確值的上限和下限 所以首先要求最大絕對不差 最大的絕對不差 最大的絕對不差就等於 2分1乘以0.1分鐘 所以就等於0.05分鐘 做得到這裏就有1分落袋了 然後就問所需時間的上限和下限 所需時間上限 就等於多少呢 8.6加0.05 所以就等於8.65分鐘 同樣道理 它的下限就等於8.6-0.05 所以是等於8.55分鐘 這一部份每個答案都會佔1分 所以總分就是3分 去到第二部份 若永藍需完成56次仰落起座 問他能否於45分鐘內完成 試解釋你的答案 如果Roland需要做56次仰落起座 是否可以他能做45分鐘 描述你的結果 要解釋你的結果 不要只說可以還是不行 這個情況 我們就需要拿它的下限 因為拿它的下限 即是做得最快 即是真確值的下限 所以我們要拿8.55 每做一次 他的樣子餓起座 需要一次苦惡起座 等於8.55除10 即是0.855分鐘 0.855分鐘 56次所需時間 這樣就等於 56乘以0.855 第二數機出動 56乘以0.855 那麼就等於47.88 那麼47.88 那麼47.88已經大於45 所以能定不能?不能 不能 這就是答案 分數分配這部分佔1分 47.88大於45 這裏佔第二分 到最後答案本身值1分 所以這條答案就值3分 去到第六題 第六題目就是問0x成為公式9 括弧x加6y等於7x加8的主項 make the subject of the formula 9 bracket x plus 6y equal to 7x plus 8 佔3分 這條題目是屬於一條相對簡單的調項題目 第一步 亦都正如曾sir所說 我們所需要的人才 即是要x 我們要令x成為主項 人才我們就要不受歡迎的分子 我們就趕走他 但是進行這個驅逐出境的過程之前 我們就要將這個數字成進去 所以會變成9x加54y等於7x加8 然後就可以進行吸納人才和驅逐出境的活動 7x我們需要的 但是小心啊 這是正數來的 吸納入境的時候 就會變成9x減7x 好嗎 然後54y這個數 如果我們想驅逐出境 就會變成8減54y 9x減7x 即是多少 2x 2x等於8減54y 然後把2送走 x等於8減54y over 2 這裏要小心一點 有少少裝彈弓 為甚麼呢 因為有沒有同學留意到 這三個數字都是雙數 其實可以再做簡單的因式分解 如果把這一個地方每一處都抽2的話 那會變成什麼呢 x等於2 括弧4減27y 那就是over2 看不看得到 這兩個2 本身就可以立即約解 所以到最後 x等於4減27y 這個才是正確的答案 分數分佈那方面 寫得進行到這個調項的過程 就已經有第一分 這裏有第一分 這裏有第二分 去到最後做到正確的答案 就有第三分 去到第七題了 第七條題目就問 化減x減2分之5 加2減x分之4 這樣就值三分 至於英文版很簡單 就把化減這兩個字換成simplify 做這條題目有幾種方法 看到x減2和2減x其實很相似 其實曾sir會建議用正負轉換的方法 來處理這個問題 x減2分之5就不動 我們按照抄 然後這裏我們做一做正負轉換 做一做正負轉換 做完正負轉換之後會變成什麼呢 這樣 然後 這個數會變成正負轉換的過程 這個數就會變成負數 這個負數就會變成正數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左邊我們繼續不理 這個負號和這個正號 正負之下就可以變成負 x減2分之4 等於5減4 over x減2 所以到最後 5減4就等於1 就是這樣 3分就是這樣 第一分怎樣比呢 通道分母 這裏1分 這裏第二分 最後第三分就是這個位置 去到第八題 第八題又做回恩式分解 又是Factorize 恩式分解 7x減3y 整組數的2次方 減28x的2次 加12xy 這條題目 就不可以 好像 之前那一題 就用行等式的方法 來做恩式分解 我們要用一個 叫做提取公恩式的方法 來做恩式分解 首先 怎樣做呢 首先 這一部分 比較難處理 我們這一刻 暫時不處理 但是 右手邊 第二部分 這一部分 我們有辦法處理到 所以 7x減3y的2次 這一部分 我們照抄了 然後 28x的2次 和12xy 28和12的公恩數是4 x的2次和x都可以抽到一個x出來 所以我們就負4x 所以我們就負4x 抽走了負4x之後 原本負28x的2次 除以4x 負28除負4 就會變成正差 x的2次 除以x 就會等於 就會剩下一個x 然後 然後 正12x 除以負4 所以 會剩下負3 然後 x 除以x 沒有了 抵消了 3y 好嗎 好 去到這一部分 之後 看不見到 這裡 一塊 7x減3y 其實是兩塊 這裡 另外有一塊 7x減3y 所以 7x減3y 又可以抽橫等式 7x減3y 這一部分 7x減3y 二次 抽完一次之後 還有一次 7x減3y 所以 可以 至於這部分 負4x 乘2 7x減3y 這一組 抽完之後 就剩下負4x 7x減4x 還沒做完 這部分 我們照抄 7x減3y 我們照抄 7x減4x 所以剩下3x 減3y 這個3x減3y 本身 這個3 都可以抽出來 所以 就會變成 3 括弧 x減3y 然後 7x減3y 整組 不變 照抄一次 7x減3y 所以 第八條 A的部分 答案 就是這樣的 做得到這樣的 有一分 然後 如果可以 做得到 到 這個部分 又有一分 到最後 懂得把這兩個 衣服 抽出來 最後 都會再有一分 去到 B部分 B部分 他就說 要你利用 A的結果 這種 因式分解 的題目 要你做完 A部分 之後 B部分 要你利用 A部分 的結果 其實這種題目 在DSE考試中 會經常出現 做法 是怎樣 我們看看 題目 因式分解 7x減3y 的二次 減28x 加12xy 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 A的部分 這一部分 才是屬於 B部分 的範圍 所以 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 直接抄 A部分 的答案 懂得 人用 A部分 的答案 就已經有一分 會變成什麼呢 3 括弧 x減 y 7x減 3y 就算你後面 那部分 你什麼都不做 照抄一次 已經先一分 落袋 3x的二次y 減 7x的三次 好 這樣 先代了第一分落袋 接著 去到第二部分 x的二次 和x的三次 這一部分 可以抽 x的二次 出來的 左手邊 這一部分 我們先不要處理 先不要動它 先不要動它 可以先 我們照抄一次 3括弧 x減 y 7x減 3y 這一部分 先不要理它 先 先處理 還有後半部分 x的二次和x的三次 很明顯可以抽 x的二次出來 3x的二次y 抽走了x的二次之後 就變成 剩下3y 7x的三次 抽走了x的二次之後 剩下7 7x才是真的 好 然後 左手邊 不要理它 先做一次 正負 轉換 3x減 y 7x減 3y 我們做一次正負 轉換 會變成 負 x的二次 正負 轉換之後 3y就變成 負 3y 負 7x就會變成 正 7x 做完正負 轉換之後 看到 這裡又可以再抽 多一次 印象出來 會變成 7x減 3y 然後我們 我們會把 3 括弧 x減 y 再減 x的二次 還未做完 因為我們儘量 減少些括弧 7x減 3y 然後 3x 減 3y 減 x的二次 現在這個情況 就因式分解得最徹底 分數分佈那方面 首先 懂得引用A的結果 這一部分已經有第一分 第二部分 懂得把x的二次方抽出來 這個動作又有一分 最後寫到答案 再有第三分 去到第九題 第九條的題目 他就問 將256.473 寫入到一位小數 寫入到兩位有效數字 寫入到最接近的整數 至於英文版 就 run off the number to one decimal place to two significant figures and then to the nearest integer 這條題目 其實背後 有少少少歷史 這條題目 其實是出自DSE 2018年的第三題 PayPal1 變種 所以 如果你有能力 答得到這條題目 其實你在DSE 已經有三分落袋 當然DSE的問法 就有少少不同 DSE的問法 就問上寫入下寫入 因為我們教的時候 就沒有教什麼叫上寫入 上寫入其實就是無條件進位 下寫入就是無條件不進位 這個就是死都進位 這個就是死都不進位 這個就是死都不進位 這個就是正常的四寫五入 不過說回我們自己的題目本身 將256.473寫入至一位小數 所以第一位小數就是四這個數字 我們判斷這個數是否進位 我們就看下一個數字 即是看七 七當然是要進位 所以這條答案就是265.5 接著 將265.473寫入至兩位有效數字 這條題目很多同學都做錯了 為甚麼呢 因為兩位而已 那是否寫26526 這個要進位 是否寫27就是呢 27就是錯的 因為27你是表達不到這個數值 所以正確的做法是怎樣呢 我們呢 2 6 我們照抄出來 接著 我們拿這個 應該這樣說 這個第二位有效數字 我們拿第三位有效數字 來判斷它應不應該進位 那5當然要進位 所以27 那不是27就這樣收工 你要補回0 可以嗎 265.473 所以它兩位有效數字下就是270 第三部分 把265.473寫入至最接近的整數 英文版就叫Integer Integer Integer Integer是甚麼意思呢 整數是甚麼意思呢 沒有少數 沒有少數的情況之下 就是26 這一個就是最後一個位 至於判斷他進不進位 就是少數點後第一個位來判斷他進不進位 265.473 即是沒得進位 所以就是265 可以嗎 一題一分 最簡單的了 這一題 第十條的題目 某條公路的車速限制是65kmh 時速65公里 智強在公路上駕駛了15分鐘走了15公里 題目A 以kmh 表示智強的車速 B 智強有超速 英文版的題目就是 The speed limit of a road is 65kmh Tom drove for 15km in 15 minutes Part A Express the driving speed of time in terms of kmh And then part 2 Does Tom drive over speed? 好 要解這條題目 首先 15分鐘即是甚麼意思呢 15分鐘就等於四分之一小時 所以我們要做一做單位轉換 15分鐘就等於四分之一小時 至於車速就等於15除以四分之一 即是等於15乘4 所以就等於60kmh 分數分佈那方面 分數分佈那方面 懂得做這個單位轉換 已經有一分 然後寫得到這條公式又有一分 答案本身有一分 好 接著到Part 2 問你智強有超速嗎 很明顯就沒有超速 但為何很多同學都拿不到分呢 因為是要解釋的 記著所有數學題都是要解釋的 60kmh小個限制 65kmh 所以沒有超速 分數分佈那方面 分數分佈那方面 要這樣寫到小個65kmh 可以嗎 這裏會有一分 結論本身在第二分 請問答案